第21集 你这个容易冲动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 看着文质彬彬脾气却像张飞一样 你什么意思 我和罗慧君一样也是追查凶手过来的 真正的凶手在那儿呢 他用目光示意那个南殿员的床铺 湛羽狐疑地看着他 又看了看依然惊魂未定的罗慧君 问他 是这样吗 罗慧君神情涣散 连话都说不出来 似乎还没缓过来 古云飞给湛羽简单解释了一下 刚才发生的情况 只是把罗慧君在地下室那段给省略了 他走到那个店员的床前 指着行李箱说 凶手的作案工具都在这里了 湛羽走近了一看 最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条插了一排刀子的皮带 上面刀子形状各异 隐隐带着一股腥味 除此之外 箱子里还有工作符 电动螺丝刀 和一大团手工缝制 怪模怪样的袋子 他问古云飞 这些刀子 这些刀子就是剥皮用的 是制作标本专用的剥皮刀 不同形状 适用于不同部位 其他东西呢 是用来悬挂尸体的 为了保证吊起被害人放血的时候 被害人的皮肤 不会因为捆绑发生损坏 凶手自制了一个可以分散体重的悬挂袋 有点类似于贝贝家那样的脚姿带 上面还加了六条 用来固定棚顶的细绳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 保证放完血的尸体 依然保持着皮肤最完好的状态 这样的皮肤 才是他真正需要的 然后用人皮制作动物标本 实话是说 展宇对古云飞这样的推断 实在难以相信 这个凶手的古怪手段 越来越超出他的理解了 陆一鸣这时候从外面赶回来 对展宇说 师傅 我们查过了 除了这家店的老板刘志荣 其他店员都联系上了 他们说这家店三个月前突然停业 是老板亲自给每个员工打电话 告诉他们的 我觉得刘志荣有很大嫌疑 展宇问 你有没有和刘志荣的家人 确认过 他没有子女 十年前和老婆离婚了 一直都是一个人独居 古云飞说 不用找了 这个刘老板应该还在饭店里 还在饭店里 展宇疑惑了一下 目光撇到床上那个皮箱上 你是说 昨晚在这里值班的店员 就是刘志荣 不 这个皮箱应该不是刘志荣的东西 这个饭店老板很可能三个月前就遇害了 凶手就地把他分尸处理了 在杀他之前 强迫他录了一段音 用这段录音骗了其他人 所以 你们现在应该先弄清楚 这个店员 究竟是谁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古云飞 沉默了好几秒钟 陆一鸣才质疑说 你一个外行 连个证据都没有 凭什么就能肯定 饭店老板已经遇害了 直觉 古云飞说 你搞笑呢吧 陆一鸣露出惊讶又夸张的表情 一切事物的终点只有死亡 只要站在死亡的位置往回看 就能看到事物的脉络 古云飞顿了顿 补充 你可以带人去检查一下厨房 如果我是凶手 想让一个人消失 在这里 是很容易把他变成骨灰的 陆一鸣还有些发呆 湛羽催促他 还不赶紧去查 陆一鸣急忙带了两个人去了 过了一会儿 果然在厨房的垃圾堆里 找到了一些疑似人骨焚烧后的碎渣 湛羽这才真正相信古云飞的判断 当务之急 是尽快找到那个谎称值班的南店员 唯一见过他的人 只有罗惠君 罗惠君现在清醒了一些 但是能想起的线索很有限 当时是深夜 大堂里灯光很暗 罗惠君根本没看清楚 只是感觉这个人年纪不大 是个男的 声音有些娘 仅此而已 这个人不仅仅是娘 他还有一桩品 古云飞把床头柜的抽屉拿下来 放在床上 里面叠得整整齐齐 是清一色 瓢洗干净的女性内衣 他提醒湛羽 这个人的处事和性格 应该明显异于常人 存在性别错了 打听一下同事 应该很容易锁定的 湛羽照他说的 询问了一下饭店那些员工 果然 很快就确定在一个人身上 他叫李丽 外立人 二十三岁 据说曾经是 东江医学院的学生 不知什么原因辍学了 在广泰楼 干了半年多 用其他员工的话来形容 他就是个怪人 又娘 又神经 大家都不愿意和他接近 老板也不喜欢他 几个月前就把他给开除了 种种信息显示 这个被开除的员工 有重大作案嫌疑 湛羽分析 如果凶手就是李丽 那他就是回来找老板寻仇的 杀了刘志荣之后 索性就把他的饭店 当成了自己的藏身地 不过 他被开除了这么久 还是一个外地人 很可能现在找了其他工作 还有其他住处 当务之急 就是尽快查出来 他这边正给组员们部署任务 忽然看见古云飞 正拿着李丽的内衣 挨件文 展宇知道这些东西是男人穿的 本来就够恶心了 看见古云飞的举动 简直要吐了 他很嬉戏地对古云飞说 你有什么倾向我不管 能不能别再让我看见 古云飞揉揉鼻子 这家伙有狐冲 不过很幸运 发现了一套没洗的内衣裤 赶在展宇吐之前 他又说 你用不着那么费事 我想我能马上帮你们找到的 展宇瞅着他手里的内衣裤 勉强做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你怎么找 本集播放完毕 别忘了留言互动 下集更精彩 第22集 他的内衣上有很浓的动物气味 不是一种动物 我姑且能闻出狐狸 骆驼和蛇蜊的气味 现在是春天 正是动物的发情期 带着荷尔蒙的尿液味道会特别浓 除此之外 在箱子里还发现了蛇蜊和狐狸的毛 我之前还纳闷 他为什么会把蛇蜊当宠物 现在就不难解释了 你应该去找的是一个动物园 展宇注视着古运飞 犹豫了几秒钟 之后下定决心 命令警员们 把东江市所有饲养大型动物的地方都找出来 看看有没有叫李莉的员工 经过一番搜索 果然 在东江市森林动物园的员工名单里 赫然发现了李莉的名字 展宇马上带人准备出发 只是 罗惠君的情况 却很让他担心 他和以往就像判若两人 好像受了巨大刺激 一会儿清醒 一会儿混乱 现在他眼神又在发呆 身子一直在微微哆嗦 似乎陷入了某种恐惧中 难以自拔 湛羽能感觉出 他很惧怕谷云飞 只要谷云飞靠近他一点 他就紧张得不行 湛羽看他身上没有受伤和搏斗的痕迹 完全搞不懂他和谷云飞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低声问罗惠君 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谷云飞对他做了什么 罗惠君只是摇头 却什么都不肯说 他畏惧地 望着谷云飞的身影 与无伦次地说 我 我不想跟那个男人在一起 我不想看到他 我不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让我回去 让我回去 回去 湛羽没办法 只好先叫张雪陪他去医院看看 能同时饲养骆驼 狐狸和蛇蜊的地方 在东江市周边 只有森林动物园 地点位于东江市南郊一片山林里 这些年动物园经营不景气 正是员工大部分调走了 原方只好雇一些临时工为吃 李莉就是其中之一 主要负责为动物和清洗龙舍 湛羽带人赶到动物园 得知今天李莉当班 马上派人搜捕 可是 却扑了个空 动物园那些员工对李莉不太了解 都说他沉默寡言 看着挺阴郁的 从来不和其他人交往 但他有个怪批 喜欢大半夜离开宿舍 在那些观着动物的笼子附近转悠 或是对着动物发呆 自言自语嘟弄半天 李莉住的宿舍楼已经搜变了 根本没人 森林公园的面积倒是不小 还有三三两两的游客 搜索起来很有难度 警员的搜索重点 是在李莉负责照看的几处动物龙舍附近 湛羽站在高处 用布花机操控指挥 让警员们务必留意那些游客 提防凶手像之前那样 故技重施 就在这时 待在湛羽旁边的古云飞忽然走下山坡 朝着下面的鹿圈快步走去 警员们不明所以 以为他发现了李莉 只见古云飞翻过栏杆 直接跳进了鹿圈 那些受惊的梅花鹿四散奔逃 湛羽随后跟上来 并没有看见哪里藏着可疑的人 只见古云飞走到一只 趴握在树下的右鹿旁边 蹲下来 轻轻抚摸那只小鹿 这个举动 让所有人大跌眼睛 湛羽强压着火 站在栏杆外叫他 别在这里胡闹 还不赶紧出来 古云飞朝他招招手 示意他进来 湛羽只感觉 脑瓜子顶上火苗子 突突直冒啊 周围看热闹的游客 越来越多 比起关在笼子里的动物 大家明显对关起来的人 更感兴趣 这样下去 还抓个屁啊 湛羽只好也跳了进去 咬着牙踩着满地的鹿时 怒气冲冲地走向古云飞 心里恨不能把鹿圈都拆了 他朝古云飞吼道 你要是什么都没发现 故意耍我 我就让你吃不了 都着走 我当然发现了 在哪儿 就是他 古云飞拍拍那只小鹿 我要的是李莉 古云飞依旧心平气和 倘若你不那么急躁 冷静观察就能发现 为什么唯独这只鹿不跑呢 展宇疑惑地打量那只鹿 任凭古云飞如何抚摸 他居然一动不动 他脱口而出 难道这是假的 准确点说 他也是你们要找的被害人 如果我没猜错 应该就是第一个 失踪报案的对象 孟小玉 你没开玩笑 要不是古云飞异常肯定 展宇简直没法相信 眼前这头漂亮的小鹿 会是一个人体标本 他的外表 神态 毛色 怎么看都是一头鹿呀 古云飞没有马上解释 直接把小鹿翻倒 肚皮朝外 那只鹿果然一动没动 仍然保持着柜卧的姿态 看到了吧 古云飞抚平小鹿肚皮上的毛 露出了针线缝合的痕迹 他又用同样的方法 让展宇看到了其他缝合的部位 这些切割的地方 正好能对应上孟小月尸体上的刀口痕迹 皮肤上的毛 也都是用胶粘上去的 古云飞说着 用手从鹿身上扯下一层毛 露出了一片光滑的皮肤 展宇倒吸两气 这么说 这就是孟小月的人皮了 还不止如此 孟小月的骨头也在这里 古云飞一边摸着小鹿的身体 一边说 我还真是小瞧了这家伙 制作这种干脂标本 为了逼针 通常方法是在皮肤下面填充之前 做好的聚氨纸模型 也有用硅胶和树脂的 但是这个人 却用了实实在在的骨头来支撑 他得先把人骨按照动物的形态 和比例重新组合 设计 单凭这一点 就秒杀了绝大部分的标本师了 真是个天才 你管这样的变态叫天才 我只是评价他的技术 确实很棒 不相信 你可以摸摸看 湛羽实在没有古云飞现在的心情 他说 我就想知道李毅现在在哪 古云飞望着标本 想了想 他或许舍不得轻易丢下这么漂亮的作品 也许人还躲在附近 看看有没有机会把标本抢回去 你可以让人留意一下 还有哪些伪装成动物的标本 湛羽十分惊恶 你的意思是 不止这一个 按照他剥皮的方式 这四名被害人 应该是被他用来做成了四种动物 有食草动物 食肉动物 鸟类 还有一只冷血动物 他把这些标本就藏在动物中间 湛羽虽然对他的话将心将意 还是把命令传达下去了 很快 不话急就响了 有警员汇报 刚刚有群众举报说 看见一个男人正在天鹅湖那边抓天鹅 展宇看了看古云飞 两个人立刻赶往天鹅湖 天鹅湖是专门养殖天鹅的池塘 也属于李力负责死养 展宇带人赶到 还是晚了一步 那个人已经逃之遥遥 被伤害的天鹅 凄惨地躺在湖边 看上去已经死了 周围聚着一群指指点点 焦头接耳的游客 古云飞最感兴趣的 当然还是那只天鹅 他跨过栏杆跳到池塘岸边 检查了一下那只天鹅 对展宇说 就是李力干的 他想趁人不备 把他的东西带走 展宇打量着那只天鹅 你的意思是 没错 这也是一个人皮标本 还没有完全完成 应该是最后一个失踪者 田家宁 展宇瞠目结舌地望着 那只栩栩如生的白天鹅 如果说 刚才那头鹿还算四肢分明 比例均匀 和人多少有点相似 眼前这只天鹅 已经完全突破了他的脑洞 天鹅的腹部还没有缝好 古云飞拨开刀口往里看了看 微微冷笑 这家伙 这家伙还真是有想象力啊 居然想到给天鹅肚子里塞气囊 想让他在水上游泳 我现在很好奇 他会把另外几个家伙做成什么动物 没多久 搜捕的警员在天鹅湖附近 发现了一辆可疑的三轮车 这种车 在公园里常见 通常是用来拉货的 可是 这辆车的车斗 却用防水布遮挡得严严实实 警员掀开防水布 下面竟然藏着三个动物标本 一只鳄鱼 一只蛇猎 一头野猪 湛羽没想到古云飞居然猜得这么准 就好像他能钻进李莉的脑子里 看到他在想什么 这么看 李莉应该还躲在公园里 跟警察们周旋 似乎想趁机把他的标本运走 他告诉警员不要轻举妄动 埋伏在三轮车四周 等李莉出现 再抓他 古云飞在一旁听展宇安排工作 不以为然插话说 那小子早就发现你的人了 实在没辙才汽车逃走的 他虽然固执 但又不是傻子 怎么还敢回来呢 展宇听他说话两头堵 心里就火大 反问 那你说怎么抓他 古云飞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怎么会知道 展宇这次带来的人 算上特案组和抽调的警员 不到十人 想在偿大的森林公园抓捕一个熟悉地形的人 谈何容易 折腾了大半天 还是一无所获 只能先联系刑警队下发逮捕令 对李莉进行网络追逃 那五具标本 被临时存放在公园仓库 由于没有法医 古云飞就临时充当了一下 他把五具标本外表粘贴的毛发和鳞片全部清理掉 呈现出了五个奇异的动物 无论是野猪 梅花鹿 蛇猎 还是天鹅和鳄鱼 他们全都拥有一副光滑细腻的人皮 看起来有种毛骨悚然的美感 古云飞告诉展宇他们 李莉在标本制作方面 非常有创意和天赋 他特意对这些人皮进行了削制 这是制作皮衣的方法 可以让兽皮 变得更加柔韧有弹性 这样他就能很容易地把处理过的人皮 延展成他需要的形状 而不破损 游警员不解地问 可这造型看着也太逼真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展宇解释 我们查过 李莉当初在医学院学的就是兽医专业 自然对动物的身体构造十分熟悉 古云飞这边 用刀剪逐一拆开了标本的缝合线 小心翼翼地将外皮剥下 露出了里面的模型 众人一个个震惊地合不上嘴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 眼前看到的情景 这五个动物模型 是用人骨和白色蜡状的物质混合做成的 每个动物神态各异 唯妙唯肖 这些令人惊悚的造型里 仿佛充满着要挟的生命力 一旦看久了 会有种难以自拔的感觉 古云飞解释 这种蜡烛材料是聚氨纸 一种工业中经常用到的材料 耐老化 硬度高 有弹性 也是剖制师制作标本模型时 喜欢用到的材料 因为这种材料的附着性比较好 贝利利用来固定重新组合的人骨 它并不是随心所欲地 把这些人做成各种动物 而是根据每个人的骨架特点 野猪和鳄鱼的骨架 明显是男性 而女性纤细的骨架 被用来制作天鹅 蛇蜊和鹿 然后还要经过一定的打磨和加工 实话实说 这是一个耗心耗力 也很考验技术的过程 他完成得不错 湛羽冷冷说 也只有你会这么说 这家伙阴邪的手段 倒是跟你挺像的 我只是客观评价 古云飞毫不在意他的讽刺 但我和他的区别还是很大 他还只是一个艺术家 这种人也配叫艺术家 古云飞没在意湛羽的反应 他从那些标本前走过 注意观察他们所有的细节 就像在画廊看展览 一边评价道 他对待尸体的态度 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心态 他没有愤怒 没有泄欲 没有虐待 常见的杀人犯的作案心态 他都没有 相反 他很尊敬这些尸体 每一块骨头都不忍心扔掉 哪怕不合适 也要费力打磨成理想的样子 给予生命最大限度的尊重 湛羽也没力气 已经有点压不住火了 我是让你检查尸体 没想听你恶心我 古云飞依旧心平气和 罗慧君没来 我只是帮他替你分析一下 这个人真正的内心 他极度孤独 有严重的社交障碍和认知障碍 我觉得 他可能都没办法分清人和动物 所以在他看来 把人做成动物 也没什么不可以 或者说 他把这些人造动物 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嫉妒 不过 不过什么 湛羽问 古云飞稍稍琢磨了一下 这样一个封闭自我 又胆小的人 为什么会想到 用猜死游戏来作案呢 搞这么大的动静 又有什么目的 性子极右大猎的标行大汉 年大成憋不住插嘴道 不是 这有什么可琢磨的呀 一个变态杀人犯 肯定随心所欲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嘛 有着时间瞎琢磨 咱们还不如去抓人呢 古云飞摇头 就算是个疯子 也是有他的目的的 你们要找的是一个害羞的变态 他害羞到几乎不会主动跟外界接触 这种类型的人犯罪几率很低 所以肯定会有一个足以改变他的原因 另外我注意到 在这些标本的制作过程中 有很多步骤 都是毫无道理的重复和反攻 说明这个人是个十分优柔寡断的性格 而猜死游戏的整个绑架过程十分忠密严谨 这根本不像他的性格 湛羽打断他 什么意思 莫非你觉得他还有另外一个帮凶 不是帮凶 而是主犯 湛羽倒吸一口冷气 警员们一个个也面面相聚 他们最初抓到李浩羽 怀疑他背后有主谋 又根据线索查到了李莉 想不到后面还有主谋 本集播放完毕 别忘了留言互动 下集更精彩 第24集 你有多大把我这么说 湛羽问 谷云飞摇头 没有证据 也没办法肯定 听他这么说 大部分警员都松了口气 毕竟案子都查到这份上了 凶手都现行了 如果再去查一个 还一无所知的罪犯 那几乎等于重新开始 湛羽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随后进行部署 派出大部分人去指导 其他分局搜捕李莉 他这边还有些收尾工作 就是这些尸体 总不能就这个样子 拿给死者家属看吧 对李那几个法医 只懂专业技术 对尸体复原 完全不在好 估计 叫来也是束手无策 他问谷云飞 你有办法把这些尸体 恢复成原来的模样吗 可以 需要一天时间 随后 谷云飞又补充了一句 不过得计费 你连死人钱都赚 你这人还有没有节操啊 谷云飞看着两眼瞪的 牛大的展宇 真正有词 我本来就是赚死人钱生活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再说我又不是警察啊 义务帮你们查案已经很高尚了 另外家伙 当然要收费了 你们警察备领薪水吗 展宇心里骂着 这个恬不知耻的家伙 要不是暂时找不到人 才不会用他呢 他问 你要多少 正常情况 一具尸体一万 不行 太多了 好吧 看在你这个死要面子的小白脸 为了大军能扔我这么久 给你打个四折吧 展宇想了想 那也多 那你就顺便把尸体身份也确认了吧 他之所以这么说 是另有目的 之前掌握的情况 猜死游戏的被害人只有四个 现在 却多出了一具尸体 他想趁机听听古云飞的想法 不管他怎么讨厌他 必须承认 这一家伙的旁门左道 有时候确实能派上用场 古云飞于是开干 他先用刀子把那些人骨 从模型上剔下来 刮干净上面粘连的聚氨纸泡沫 同时一一摆放 重新拼凑成人骨架 动作异常的贤熟麻利 湛羽站一旁看着 心说 这家伙到底处理过多少尸体啊 两小时后 五具骨骼已经重新摆放好 由于凶手打磨过 都不太完整 但至少能看出原本的人形 古云飞说 填充到皮肤里 是个难题 我需要看到死者生前的体态照片 才能复原的更逼真 你现在能确定他们的身份吗 斩语问 没问题 骨头能告诉我很多信息 体格 性别 年龄 生活习惯 健康状况等等 古云飞指着那些尸骨 一一说道 半成野猪的 是开废品收购站的流光 鳄鱼的是黄有为 母鹿是孟小月 天鹅 则是田家宁 那个狸猫呢 是蛇利 不管是什么 他是谁呢 是男是女 年龄特长 你都知道什么 古云飞微微一笑 你兜了这么大圈子 无非就是想知道 这个死者 是不是李浩宇 被绑架的母亲 是吗 其实你大可以早问我 斩语搬起练 总之 你到底能看出什么 从骨骼上看 是个体格健壮的女人 年龄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 身高一米六五左右 有肩周炎 颈椎也不太好 而且常年站立 很可能 是个老师 斩语脸色变得有些凝重 古云飞问 李浩宇母亲就是老师吗 斩语叹了口气 唉 他是个中学英语教师 丈夫早年去世 他独自抚养李浩宇 好不容易才培养成才 就遇到这样的事 我倒希望是我们猜错了 他忽然发现 古云飞看自己的眼神 有些古怪 他问 你干什么 虽然你看着很蛮横 原来是个心肠很软的人 古云飞饶有兴趣地说 少废话 尽快把这具尸体复原好 我要让李浩宇来认诗 斩语尴尬地瞪起眼 古云飞用了小半天时间 把这具无名女尸复原好了 几乎看不出凶手 留下的恐怖痕迹 这让斩语放心不少 傍晚时分 李浩宇被打电话 叫来刑警队 当他得知要辨认尸体 人就有些崩溃了 他亮亮想象的 跟着斩语来到法医室 停尸间 看见停尸床上母亲的尸体 一下子就瘫软在地 趴在尸体前 痛哭起来 我全都照你说的做了 为什么还要杀他呀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但是哭着哭着 他渐渐止住了背声 脸上出现了疑惑 他捧着女士的头左看 右看 脱口说 这 这个人 不是我妈呀 斩语一愣 你确定吗 你看 我妈头上是三个血 她只有一个 不过 她为什么长得这么像我妈呢 斩语顿时明白了 古云飞这家伙偷懒啊 没按照骷髅形状复原 只是对照着李浩宇 母亲的照片 把女士整容成这样的 他指责古云飞 你这做哪门子复原 亲生 古云飞也有点尴尬 便解说 是你要活要的太急了 反正看着不是挺顺眼吧 趁着两人争执 李浩宇借口上厕所 离开了庭时间 他看看左右没人 飞快地掏出手机 给一个号码拨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 对方接了 他正在 聚精会神地 听那个人说话 忽然 发现身边墙上 印着一道人影 他吓得搞过身 看见古云飞 不知什么时候 站在了门口 停时间的灯光照着他的背 把他的五官藏在阴影里 显得异常阴森 李浩宇不由打了个寒颤 只听古云飞说 你都是在走廊里撒尿吗 李浩宇满脸纠结 不知如何回答 匆匆逃掉了 古云飞望着他的背影 苍白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笑意 本集播放完毕 别忘了留言互动 下集更精彩 第25集 瑞祥家园 在东江大学北门 一条马路相隔 小区外就是夜市 到了晚上 马路两边停满了餐车 一盏盏灯相连 把整条街照的通亮 毫不夸张地说 这条街的GDP 全靠东江大学嘴馋的女生们 拉动的 有了餐饮业的支持 鲜花店 网吧 旅馆 这些周边产业 也一并繁荣起来 古云飞裹在黑色风衣里 悄无声息地 从热闹的街上穿过 仿佛幽灵版 从黑暗中闪出 又消失在黑暗中 他走进锐响家园小区 准确点说 他是一路跟着李浩宇过来的 跟到夜市附近 把人跟丢了 正好离他母亲的出租房不远 他索性过来瞧瞧 听说那个女人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离奇消失的 小区所有的监控里都没有他离开的踪迹 罪犯究竟是用什么手段 把他运走的呢 古云飞有点兴趣 他来到其中一个七层单元楼下 现在晚上八点多 很多家还亮着灯 在六楼从右鼠第二户人家 却是漆黑一片 那里就是李浩宇母亲的出租屋 古云飞注意到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个小男孩也站在楼下 六七岁的样子 也仰着脑袋往楼上瞅 样子十分专注 他好奇地问 小朋友 你在看什么呢 小男孩伸手指着李浩宇家的方向 大人都说 那家的女人被坏人抓走了 可是我明明看到她在呀 他们都不信我说的 小男孩有些赌气 古云飞眼中微微闪亮 什么时候 就在刚才我妈喊我吃饭的时候 我明明看见窗户后面有个女人 她戴着眼镜 还朝我招手呢 小男孩说着说着 扭头一看 问他话的男人已经不见了 他有些不知所措的挠挠脑袋 古云飞像影子一样 穿过漆黑的楼道 所有的声控灯似乎都失灵了 一盏都没亮 他来到李浩宇家门前 房门锁闪 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几秒钟之后 他走进房间 随手开了客厅灯 房间里并没有人 也许是那个小男孩撒谎玩 他打量着客厅 这是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人家 两室一厅 七十坪左右 家具简单 没有很值钱的 也没有随处捡来的地摊货 屋里屋外收拾的异常整洁 甚至连餐桌这些地方 都找不到一点油渍 他闭上眼睛 闻了闻 还隐隐能闻到一股消毒水 和空气清新剂混合的味道 在客厅一角 放着一个简易的书桌和书架 书架上一丝不苟 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工具书 和励志类书籍 书桌上的英文书和学习笔记 也整齐地马放在一角 在书本的飞页上 他看见了沈书敏的名字 原来他叫沈书敏啊 古云飞随手翻开笔记本 看了几眼 里面工工整整记录的 都是对儿子的教育心得 像这样的笔记 还有很多 都被精心收藏着 他开始在脑海中 慢慢勾勒出一个 极其严谨 古板 又有洁癖的女教师形象 同时 他还是一个把自己全部 奉献给儿子的母亲 当然 了解活人要比了解尸体 要麻烦得多 一具尸体 无论生前做过什么 都已经盖棺定论了 而一个活人 只要他下一秒还在喘气 就永远难以预料 古云飞来到沈书敏住的卧室 在人的潜意识里 会逐渐地将住宅和自我 合二为一 客厅往往反映出他的外表 卧室 却会隐藏真实的内心 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沈书敏的卧室 特别的矛盾 首先 卧室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 简单到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 连床单的颜色都是单一的 躺在床上 能一眼看见的 只有墙上的挂钟 这个表面严谨得体的知识分子 内心已经空虚到 只剩下时间了 与之相反 他的卧室却刚刚装修过 崭新的吊灯 石膏团花的灯盘 房顶和地面的边角 装饰着巴洛克花纹的石膏线和墙角线 墙上 还有精美的阿拉伯花纹浮雕 这个女人似乎要把所有国外宫殿好看的图案 统统搬进来 最后 搞得既奢华又俗不可耐 一个完全空虚的人只有两个方向 要么变成行尸走肉直到死去 要么以另外一种方式活过来 看起来 沈淑敏正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活过来 或者 他已经不再甘心 只当一个好妈妈 古云飞走到窗前 这里就是刚才那个小男孩手指的地方 他隔着窗户向楼下看 男孩已经离开了 下面没有一个人 只有对面楼房一排排住户的灯光 接着那些光亮 他看见干净的窗台上 落了几根细长的头发 他黏起来细看 那些头发染过 也烫过 即使看长度也很容易能看出来 这是女人的头发 以沈淑敏的洁癖 绝不可能在窗台上留下这种东西 而且 依靠灵敏的嗅觉 他能捕捉到空气中 残留的鲜活的气味 他闭上一会儿眼睛 仔细分辨出气味中混合的洗衣粉味 化妆品味 染发剂味 治疗更年期的中药味 这间屋子 刚才呆过一个女人 也许那个小男孩没撒谎 这个女人 刚才就站在了窗前 古云飞走出沈淑敏卧室 又来到李浩宇的卧室 看起来 他不经常回家住 但也能发现 房间被沈淑敏反复收拾过 房间里最显眼的 就是满墙的奖壮 下面还整齐地放着一排奖杯 一看就是费了很大力气 从老家搬来的 是学霸一路成长的战利品 古云飞在他的书桌和书柜里 翻找了一遍 找到了两本相册 里面都是李浩宇 从小到大的照片 他正看得饶有兴致 听到客厅的大门有响动 莫非是那个神秘的女人回来了 那他还真是幸运呢 古云飞放下相册 走出了卧室 大门半开着 门口站着一个人 可惜 不是古云飞想见的女人 而是李浩宇 他手里拿着钥匙 惊愕地看着明亮的客厅 似乎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到底谁开的灯 当他看见古云飞走出来 更加吃惊 你怎么会在我家 来拜访一下 古云飞丝毫没感到任何不妥 你是怎么进来的 李浩宇狐疑地问 走进来的 本集播放完毕 别忘了留言互动 下集更精彩 第二十六集 李浩宇看看他身后 确定只有他一个人 顿时明白了 大怒 你又不是警察 凭什么来我家 我报警抓你 他做事要掏手机 少安勿躁 先听我说一件让你感兴趣的事 再报警也不迟 你还要说什么 李浩宇攥着手机 瞪着他 你确定你母亲真的被绑架了吗 李浩宇愣了愣 生气地说 废话 如果我妈没被绑架 那他怎么不见了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那个要挟你的罪犯 在骗你呢 骗我 李浩宇迟疑了一下 使劲晃头 不可能 他能帮走那么多人 凭什么会放了我妈 这很容易露馅的 那到时候 他还怎么控制我 再说了 我妈失踪的是事实啊 你这个假设 根本就站不住脚 李克高材生的逻辑分析还不错 只不过 古云飞顿了顿 刚刚确有人在窗外看见 你母亲的卧室里有个女人 好像还是个中年女人 李浩宇愣了愣 不屑一顾地说 你纯属是在胡说八道 自从我妈失踪以后 我都很少回来 房子里怎么可能有人啊 要说可疑的人啊 还真有 就是你 他突然声色绝利 你之前还被警察抓起来审讯呢 现在干嘛偷偷跑到我家里啊 我完全有理由怀疑 你才是真正的凶手 古云飞冷冷地看着他 平静的语气透着阴森 如果我是凶手 李浩宇被吓得后退几步 撞在了门框上 古云飞继续说 你相不相信都无所谓 让我感觉最有意思的是 在你的高中毕业照里 居然看见了凶手李力 想不到你和他是同学 李浩宇仿佛一瞬间被冻结在那里 瞪着眼睛都不会眨了 半生 他才动了动嘴唇 居然是他 没有警察告诉过我 古云飞出现几分激态 你太不会撒谎了 你其实早就知道绑架犯是李力了 你在法医室走廊里 就是给他打电话 是吧 刚刚镇定了一些的李浩宇 立刻又像被重重打了两拳 几乎都站不稳了 他惊慌哀求的神情 已经彻底出卖了他 他颓然道 你们都不明白 那家伙究竟有多变态 多疯狂 他盯上了谁 谁就要倒霉了 他为什么盯上你 李浩宇有些难以启齿 因为 因为他爱上我 他是个gay 古云飞一点不意外 这我知道 这么说 你们在上中学的时候 楚国对象了 你 伤害了他 根本没有那种事 李浩宇又羞又恼 他那个人性格孤僻 又很娘 在学校里总是爱人欺负 我一开始也就是同情他 跟他做的朋友 没想到 他对我的感情升温的特别快 他对我确实很好 但也会吃醋 耍小性子 撒娇 反正女人做的事 他全做了 我就害怕了 想疏远他 他就开始死缠恶打 用各种手段威胁我 而且这个人一旦发起疯来 就特别恐怖 为了表忠心 他会给成绩超过我的尖子声 那个水壁里面下药 会把动物做成标本 送给我到身上礼物 就等等这些事情 你能想到那些变态疯狂的事情 他全都能干出来 那么你曾经有没有爱过他呢 古云飞打断他 李浩宇脸色抽搐 吼道 我是个直男 我怎么可能喜欢一个男的 既然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向警察隐瞒呢 宁愿自首 也不暴露他 那是两码事 因为我妈在他手里啊 他这个疯子说得到做得出 我不能拿我妈的命冒险啊 况且 他竟然迷恋我 还不至于真的杀了我妈 爱极生恨是常有的事 他要是真的还爱你 为什么会逼着你自首呢 古云飞不无挖苦 李浩宇咬了牙 他之后 不还是又杀了一个人 逼着警方把我放了吗 他就是喜欢这样 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的 古云飞点点头 看来你还挺享受的 李浩宇都快气疯了 我都说了 我不是同性恋 我是迫不得已 我 他长叹了一声 当我知道是他那会儿 我也不是没动过报警的念头 有两次 我都偷偷走到派出所门口了 可这家伙居然都猜到了 给我打电话警告我 当时真的是把我吓到了 他就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我无论想什么 他全都知道 甚至我一栋念头 他都能猜到我要干什么 我实在是害怕了 一旦我报警 他肯定会变本加厉的 报复在我妈身上 我不敢冒这个险 古云飞没有马上反驳 思索了一下 问 你和李立有多少年没见了 李浩宇想了想 自从高中毕业之后 就没见过 有三年了吧 三年没见面的人 为什么会这么了解你 你不感到奇怪吗 还是说 古云飞正要往下说 李浩宇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掏出手机只看了一眼 脸色就变了 古云飞从他强烈的反应能猜到 打电话的人应该就是李立 这让他也很吃惊 难道那个同性恋杀人犯 真能窥探到李浩宇的内心 李浩宇吃力的吞了口唾沫 看了看古云飞 还是硬着头皮接了电话 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 李浩宇明显哆嗦了一下 手机差点脱手 之后 对方就挂了电话 李浩宇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似乎在犹豫什么 古云飞有些好奇 但他向来沉得住气 他在等李浩宇开口 突然 李浩宇冲进了厨房 当他转身出来 右手已经握着一把剑刀 他紧张地盯着古云飞 大口地喘着粗气 充满杀气的 一点点向前逼近 古云飞就像一座冰雕 分毫未动 他问 李立对你说了什么 他命令我杀了你 李浩宇咬着后槽牙说 你确定这样 就能救得了你母亲 至少可以让他暂时没有危险 那你就没有想过 一旦你杀了我 你的人生就彻底毁了 李浩宇流出了眼泪 更夜道 我没有选择 我妈是我在这个世上 最重要的人 谁都比不了 如果他遭遇了不测 我会后悔一辈子 我的人生也就没有意义了 本集播放完毕 喜欢听 别忘了订阅 好评 分享哦 下集更精彩 第27集 想不到你和你母亲感情这么深 我是单亲家庭 我爸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去世了 为了我 我妈一直单身了这么多年 倾尽所有把我养大 才有的我今天 我的人生就是要报答他 你别说为他杀人了 就是让我去死 我也毫不犹豫啊 李浩宇说到最后 已经泣不成声 古云飞唏嘘地说 我相信你能做到 但你妈是不是这么想 就不知道了 你说什么 李浩宇愤怒地挥起刀 从古云飞眼前砍过 刀锋扫动了他额前凌乱的碎发 他只是漠然地看着 连眼睛都没眨 他的反应 倒把李浩宇吓到了 拿刀的手不禁哆嗦 没敢再砍第二刀 古云飞对李浩宇说 给李立打电话 我要和他说话 李浩宇有些不知所措 你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话 你不就是想救你母亲吗 我有办法 打电话吧 李浩宇惊讶地看着古云飞 似乎有些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还是拨了电话 同时打开了免提 响了几声 那边接听了 还未等李浩宇开口 古云飞问 是李立吗 那头许久无人应声 只有死一般的沉默 终于 一个十分女气的男性嗓音传来 你是谁 你可真是健忘 你刚才不是还叫李浩宇杀了我们 那个人忽然笑起来 笑得就像一个花枝乱颤的女人 这一笑声 却把李浩宇吓得面无血色 李立笑着笑着 忽然阴冷冷地说 看样子 你还什么事都没有呢 李浩宇急忙解释 我是让你说的做的 我现在 现在手里面就拿着刀 不信你可以看视频呢 李立用鼻子冷哼了一声 这个古云飞狡猾得很 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趁机看我躲在哪儿 好报警抓我呀 不敢 不敢 我不会拿我妈的命开玩笑的 行了 古云飞打断他俩 问李立 你我之间促不相识 你为什么要杀我呢 你还有脸问我 李立 李立一下子就炸了 刺耳地喊起来 都是因为你 我的那些艺术品全落在了警察手里 之前 耗费的心血全都白费了 我就算一刀刀割了你 都不解我的心头之恨 好吧 李立 你想怎么杀我 先好好琢磨 我现在打算跟你做一个交易 换沈淑敏一条命 李立失控地笑起来 那不男不女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 顾云飞 你还真是狂妄 我凭什么跟你做交易 因为我有一个你拒绝不了的条件 是吗 我知道你酷爱标本制作 也刚刚损失了重要的收藏 我现在可以完全弥补你的损失 你要怎么弥补 你既然自比范高 就应该知道范高的耳朵吧 我当然知道 世界上大多数人只知道 他是印象派画家 却不知道 他还是行为艺术的鼻祖 他为了同另外一个艺术家高庚 争取心爱女人的倾心 当众将自己的耳朵割下来送给他 这充满了狂热爱恋与生死考验的耳朵 影响了后世多少艺术家呀 顾云飞接过话 高庚原本也是范高的朋友 相传那个被割掉的耳朵 被高庚做成了标本 辗转流落过很多地方 被无数的名人和收藏家珍藏过 如今却下落不明了 李莉不耐烦地打断 这些我当然知道 在标本界 范高的耳朵简直就是圣物一般 你提这个做什么 如果我说 范高的耳朵在我手里呢 李莉一下子没动静了 过了一会儿 猜问 你说的是真的 从她的声音里 能听出难一眼的兴奋 古云飞云淡风轻 如果我骗你 你直接把李浩宇的母亲杀了不就行了 李浩宇差点吐血 却根本插不上话 李莉斟酌了一下 同意了 那好 一手交人一手交货 我会把见面地点告诉李浩宇的 如果你食言了 就让你好看 说完 挂断电话 李浩宇用刀指着古云飞 气得是浑身发抖 你为什么要跟那个家伙做交易 为什么 你说啊 就你母亲呢 难道你不想吗 你难道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如果发现你骗她 我妈就死定了 我没骗她呀 我确实有范高的耳朵 李浩宇又有些手足无措了 他推了推丫痛鼻梁的眼睛框 眼睛里充满了纠结 手里的刀仍然紧钻着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那东西那么贵重 你凭什么会拿出来救我妈 你跟我们家素不相识 你 古云飞微微一笑 东西的价值 只有在买卖的时候才能体现 放在保险柜的东西 永远一文不值 我之所以用它来换你母亲 不完全是为了救她 我只是对她这个人很感兴趣 想见见她 她用手轻轻地拨开李浩宇的刀 现在你懂了吧 李浩宇被她那双幽深的眼睛瞅着 不禁有些茫然 在恍惚间 紧绷的身体 慢慢松弛 手里的刀也垂下 可是猛然间 她像触电一样惊醒过来 充满敌意地凝视着古云飞 她下意识地挥刀扎进古云飞身体 古云飞脸上稍稍显出一丝惊讶 随后便恢复了平静 仿佛那一刀扎在了别人身上 流出的也是别人的血 见到血 李浩宇就害怕了 她更害怕的是古云飞 她看她的眼神就像看见了鬼 她拿着刀的手不停地在哆嗦 要不是古云飞抓住她的手 她就要瘫在地上了 古云飞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说着莫名其妙的话 很有趣 你让我想明白了 李浩宇实在受不了了 挣脱古云飞跌跌撞撞地逃出门落荒而逃 她连头都不敢回 似乎害怕古云飞已经出现了恶魔的原形 本集播放完毕 别忘了留言互动 下集更精彩 第28集 一天后 斩宇带着特案组一帮人冲进古色古乡大门 工作台空无一人 组员们严阵以待 等她命令 斩宇之前来过这里 指了指工作台旁边有帘幕遮挡的侧廊 做了一个手势 众人心领神会 立刻排出战斗队形 闪身钻进了侧郎 侧郎通着店铺的后堂 是日常起居的地方 他们刚一进到后堂 就看见了古云飞 这家伙正场胸漏怀 坐在大沙发上歇着 一个男人半跪在他面前 为他服务 那男人听到有人进来 急忙回过头 双方都很尴尬地 僵在那里 这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古云飞那个 长得很像猴子的私人律师 爱杰超 他衣冠不整 头型也乱了 脑门上全是汗 看着像运动过的猴子 斩宇顿时感觉一阵反胃 张雪干脆捂住脸 爱杰超还在那解释 你们一个个这是干啥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和他是清白的 古云飞倒始终那么坦然 问湛羽 湛队长这么兴师动众 又是来抓我吗 湛羽本来想说是 可是看古云飞这早有准备的架势 不禁有些犹豫 爱杰超也不是吃素的 马上看出了端倪 掐着腰 理直气壮地说 警察抓人可是需要逮捕令的 如果想找其他理由抓人 我可告诉你们 即便我和他真是给 那只能算有伤疯化 不构成犯罪 懂吗 古云飞咳嗽一声 让他闭嘴 他定力再好 也受不了猪队友两肋插刀 湛羽脸色阴沉地 看着古云飞 似乎又出了什么大事 他沉声说 罗贵君昨天晚上在医院里失踪了 我怀疑是被人劫持了 古云飞听完毫无波澜 问道 所以你怀疑是我干的 湛羽没有直接回答 反问 前天晚上 你和他在广泰楼 你到底对他做过什么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古云飞 想从他的神情中找到 哪怕一丝一毫的破绽 古云飞随口回答 我若是真做过什么 他为什么不报警呢 至少 也会告诉他男朋友吧 湛羽一时被问住了 这确实也是他最想不明白的地方 自从那天在广泰楼找到罗贵君 他就发现女友一反常态 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 可他偏偏又只字不提 这就让他更起疑心了 事到如今 湛羽索性挑明了 如果你们之间真的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他又怎么会怕你怕成那样 现在又好端端的失踪了 我自然会怀疑到你头上 艾杰超插嘴说 诶 湛警官 你就算怀疑人也要拿出真凭实据啊 总不能像上次那样 平白无故就抓人吧 我抓他当然有原因 艾杰超有些犹豫地看着古云飞 古云飞泰然自若 放心吧 他没有任何证据 只是诈我 否则以他的性格 不会在这浪费这么长时间的 湛羽间计谋被戳穿 仍然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愤怒 说 医院监控拍到昨晚十二点左右 有一个男医生进入到 罗贵军的病房 把他的病床推进电梯 从后门离开了医院 我查过 那个男医生是假扮的 但是监控没有拍清楚嫌疑人 所以你来找我对质 看看我有没有不在场证明 古云飞接着他的话说 展宇深吸一口气 他实在不喜欢跟着家伙打交道 他太喜欢牵着别人鼻子走 但他还是得问古云飞 你昨晚上十二点在什么地方 在医院 展宇心头猛的一阵 狐疑地看着古云飞 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古云飞继续说 别误会 我没打算认罪 因为我根本没有作案条件 他说着把外衣掀起了一点 露出了缠在腰间的绷带 我受伤了 昨晚十二点去医院做的包三 艾结超马上证实 对呀 你们进来的时候 我正帮他换药呢 我可以证明他真受伤了 被人捅了一刀呢 这可大大出乎展宇意料 他脑海中 飞快闪过一个念头 有没有可能 是罗慧君在反抗的时候 用刀刺伤了古云飞 但转念一想 即使时间上能吻合 若说一个被捅了刀的人 还能安然无恙地把罗慧君弄走 实在没法相信 古云飞这时候说 我看十有八九 那个假扮男医生的人 就是李莉 展宇心里一称 现在最可疑的 就是古云飞和李莉两个人 他倒宁愿女友是被古云飞绑架的 而李莉根本就是个变态 他的手段光是想想 就让人头皮发麻 他带着侥幸心里说 咱们之前不是分析过李莉 这个人的犯罪心理吗 你说他的作案对象 都是那些生活失去意义 煎熬挣扎的人 罗慧君完全不符合他的目标啊 古云飞耐人寻味地看了他一眼 你怎么知道 他就不是煎熬挣扎的人呢 你真的以为 你很了解自己的女朋友 展宇心头一震 立声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 随便说说 古云飞一笑置之 我想还有一种可能 那天在广泰楼 他和凶手近距离遭遇过 当时李莉假扮成店员 把他骗进了李屋里 他大概想杀人灭口 没想到我随后赶到 打乱了他的计划 我想这个人不喜欢半途而飞 他是打算完成之前没有完成的工作 古云飞恍然大悟 气得骂道 该死的 现在就算知道了是谁干的 也没法马上抓住他 那倒也未必 你今天找我也算找对人了 古云飞说 你有办法抓住他 展宇半信半疑 还记得我们在广泰楼宿舍里 发现的那些女性内衣吧 李莉是个有性别错乱的 异装品 还不仅如此 我现在可以肯定 她是同性恋 而且 她一直爱慕李浩宇 在场的人听得都无比惊诚 展宇问 你是认真的吗 如果我在开玩笑 那罗慧君就没救了 展宇想了想 如果真是这样 倒是能完美解释 李浩宇一家 为什么会被牵扯进来 你的意思是 通过李浩宇来找李莉 没错 你李莉的性格 肯定会一直纠缠李浩宇 所以 只要你们锁定了李浩宇 那就 古云飞的话刚说到这里 只听外面大门上的铃铛 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 本集播放完毕 喜欢听 别忘了订阅 好评 分享哦 下集更精彩 第29集 我来客人了 你们打算再喝茶坐一会儿 还是去找罗慧君 请随意 古云飞说着 已经起身穿好衣服 看样子也没打算插手罗慧君的事情 外面那个客人似乎很着急 已经开始喊了 请问 古云飞先生在吗 听到他的声音 古云飞反而不着急了 对湛宇说 看来你不用去找了 他自己就来了 湛宇暗自奇怪 这分明就是李浩宇的声音哪 还有这么巧的事情 他来找古云飞干什么 他疑惑不解地看着古云飞出去 按想 这家伙肯定背着他 又做过什么 古云飞来到外面 看见李浩宇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 他还穿着昨晚那套皱皱巴巴的衣服 油腻腻的脸都没洗 眼睛里全是血丝和疲倦 看样子 他一晚都没合眼 见到古云飞 他咬咬牙 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古云飞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李浩宇说 我知道 昨天晚上我太冲动了 我向你请罪 只要你能出这口气 你捅我几套我都认 或者你报警抓我 我也无话可说 我 我就想求求你 求求我妈妈 说着说着 就泣不成声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 为了母亲能做到这个份上 也算是个孝子了 古云飞却永远盖他不到 常人的气情流欲 只是冷淡地说道 是李立想跟我交易吗 是 李浩宇使劲点头 一起来吧 怎么个见面方式 李浩宇惊喜地站起来 认真地说 他让我现在带你去找他 没说在什么地方见面 但他随时会用手机告诉我怎么走 就这样 他还警告 绝对不能通知警察 一旦被他发现有警察介入 就马上终止交易 杀了我吗 古云飞隐隐听见那堂礼 有不敢走动的响动 看来 那几个警察快坐不住了 他对李浩宇说 没问题 我本来也不喜欢跟那帮 披蓝皮的家伙打交的 这话也是说给斩宇他们听的 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他走到工作台那 从抽屉里取出一个 黑漆小木盒子带在身上 似乎就装着传说中范高的耳朵 古云飞有一辆老式的现代轿车 他问李浩宇 你会开车吗 会一点 不太熟 能开起来就行 古云飞把钥匙扔给他 然后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李浩宇急到 可是我还没有驾照啊 我帮你忙 总不能还让我开车吧 我只喜欢坐车 古云飞靠在后座上 闭目养神 李浩宇只好硬着头皮钻进夏世诗 打了几次火 才把车子发动起来 开车上路 李浩宇马上用手机跟李立联系 李立给他们发来一个地址 赶到地方后 李立又发来一个地址 似乎在带着他们兜圈子 李浩宇这时候 小声对古云飞说 我有种感觉 李立说不定就在附近跟着咱们呢 如果发现咱们带着警察 他就会立即逃走 古云飞一路上都在闭目养神 慢悠悠说 你其实也不傻 李浩宇仿佛受到鼓舞 继续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看你有两下子 你能不能认出他在哪儿啊 如果咱们能找出他 就可以在这里把他抓住 或者报警抓他 他应该不至于把我妈带在身边 我觉得咱们冒着个险值的 你说呢 想法虽然可以 但是我没兴趣 你 李浩宇没想到他一口回绝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这人信守承诺 既然答应他交易 我一定不会变光 李浩宇无言一对 他发现自己身后这位 也没比李立正常多少 终于 轿车绕来绕去 一直开到了城郊 在李立的提示下 停在一片废弃的农村土房前 这些平房位于路边 零零散散十几户人家 是城市扩建中 搬迁村子扔下的旧房 由于年久失修 不少乌墙已经坍塌 到处杂草丛生 看着十分破败荒凉 李浩宇犹豫着问古云飞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就是这里 古云飞似乎对这个地方很满意 拉开车门下了车 李浩宇只好跟在他后面 蹚着杂草和散落在草丛里的碎砖碎把 走进了那片破房子 古云飞的目光始终落在草丛里 似乎在搜索什么 我要不要再给他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 李浩宇小心翼翼地征求意见 你难道还想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吗 该是反客为主的时候了 就靠我们两个人 古云飞没回答 他已经发现有人走过的痕迹 而且是往返很多字 足迹也新旧不一 看来 李浩宇把这里当成一个长期的藏身之地 他忽然来了兴趣 很想知道一会儿能发现什么 他沿着草丛里的足迹向前搜寻 来到了一处长方形的采钢房子前 外表已经秀极万般 看起来过去应该是一个停放大型农用车的车库 房子四周没有窗户 前面有两扇生锈的铁门虚掩站 有风吹过 轻轻发出磨牙的声音 一缕微弱的光亮 从昏暗的门缝里透出来 李浩宇激动地对古云飞说 我母亲就被关在这儿 是吗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古云飞静止走过来 拉开铁门 两人立刻闻到一股浑浊的腥臭 隐隐混合着一股血腥和烂肉的气味 李浩宇两腿有些发软 我妈该不会已经 她简直要哭出来了 古云飞没言语 目光打亮着房间 在几步开外悬挂着巨大的破烂塑料布 把前后空间隔开 昏暗的灯光从塑料布后面照过来 模模糊糊地能看见一些东西 但是看不清楚 古云飞拉开塑料布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简易的起居室 有桌椅板凳和一张折叠床 还有电饭锅和吃饭用的餐具 半空中拦了一条铁丝 挂着一个白色灯泡 用电线连着地上的电瓶 看样子 李立在这里住了一阵子了 虽然地方找对了 但是没看见李立的人影 古云飞四下打量 看看有没有让他感兴趣的东西 忽然 身后的李浩宇发出一声惨叫 他回过身 看见一个穿戴男不男女不女的人 正从后面用刀逼住了李浩宇 这人长得细眉细眼 体态消瘦 留着男人的平头 却画眼影涂口红 上着厚厚的女装 古云飞打量他两眼 确定和照片上的李立 是同一个人 于是 很有风度地向他打招呼 我们第一次见面 幸会 李立冷冷说 你就是那个雕狗师吧 废话少说 范高的耳朵呢 本集播放完毕 别忘了留言互动 下集更精彩 第三十集 古云飞不慌不忙从身上摸出那个盒子 当着他的面打开 盒子里赫然放着一只蜡黄色的人耳朵 边缘的伤口清晰可见 层次不齐 做工完全不能与医学实验里的标本相提并论 但却仿佛带着某种魔力 李立只看了一眼 就很难再把眼睛挪开 她嘖嘖称奇 我还以为你在骗我 没错 这就是范高的耳朵 我在资料里见过 想不到 你这人还真有点道合 李浩宇这时候大喊道 既然东西都带来了 那我妈呢 她怎么样了 你说伯母呀 她好得很呢 我怎么敢怠慢她呀 李立故意用捏着嗓子 用娇媚的声音回答 让人听着浑身起鸡皮疙瘩 那你还不赶紧放她 放她可以 不过我有个条件 我们已经把耳朵带来了 你还要干什么 我要你跟我一起远走高飞 范高的耳朵和你 我都要 李浩宇吓了一跳 这算什么条件 我凭什么要跟你走 李立的声音 开始变得优越 我对你的感情 你还不清楚吗 我知道 你也是喜欢我的 我从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 他们都伤害我 讨厌我 把我当成不男不女的怪胎 唯有你关心我 唯有你对我是真心的好 李浩宇简直要吐了 我只是把你当普通朋友 我怎么可能喜欢男人 你骗我 你再说一句 李立的声音陡然尖锐 手里的刀子 几乎戳在李浩宇脖子上 李浩宇不敢争辩了 只好向古云飞求助 你快想办法 救救我 古云飞说 我只答应过你救你母亲 你俩的事情 与我无关 他说着 把盒子扔在李立脚边 沈书敏在哪 希望你别骗我 否则 你一定会后悔 他在 李立话刚到嘴边 忽然从四面八方冲出来 几堆警察 将车库团团围住 李立气得几乎癫狂 四声尖叫 你们 你们居然报警 你们敢骗我 特安组的人手当其冲 黑洞洞的枪口 一起指向李立 湛羽说 李立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放下刀子 决手投降吧 李立一阵冷笑 我杀了那么多人 放下刀也一样是死 我没什么要听你的 他威吓式的挥舞刀子 在空中乱看一通 一边躲在李浩羽身后 挟持着他 往车库里推 李浩羽忽然用力站住 等一下 你想干什么 李立把刀子 顶在他脖子上 范高的耳朵 你不想要了吗 李浩羽朝脚下挪挪嘴 他正巧踩到了那个盒子 李立犹豫了一下 还是禁不住诱惑 慢慢蹲下身 把盒子捡起来 李浩羽不敢轻举妄动 但他背对着李立 朝警察时眼色 李立看不到 看起来 他是豁出去了 想拼一把 警员们一个个举枪的手 都冒了汗 这种时候万一赌输了 人质被杀 他们谁都担不起责任 只有展宇用目光回应李浩羽 是以他放心干 就在李立捡东西这短短的两三秒钟时间里 空气仿佛即将点人的炸药 随时能把一切摧毁 李立如愿拿到了范高的耳朵 他激动地站起来 可他万万没想到 李浩羽猛地弯下腰 几乎与此同时 展宇手里的枪响了 李立向重重挨了一圈 身子摇晃着摔倒 胸口多出一个弹孔 李浩羽顾不上别的 揪住他的衣服大声问 我妈呢 你把我妈操哪儿了 李立灯打眼睛望着他 奄奄一息地说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啊 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喂喂 你别死啊 你快回答我 回答我 喂 李浩羽用力地摇晃他 不停地问 李立却不再回答 死在心爱的男人面前 对他来说 也许也不算最差的结局 警员们都对 展宇的枪法赞叹不已 张雪无比崇拜地说 想不到组长 还是神枪手呢 刚才都吓死我了 古云飞不屑道 他那一枪是打偏了 本来是想留活口的 展宇黑着脸对他 那你以后 就跟我遵纪手法 小心别落到我的枪口下 凶手已经被击毙 当务之急还要尽快找到被囚禁的人质 展宇正要下命令四处搜寻 古云飞指了指车库的尽头 就在那里 有人的味道 展宇将信将疑 他什么都没看到 只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尽头就是墙 挂了一个很大的黑色塑料铺 但他还是走过去检查了一下 意外发现 那个塑料铺后面 有个地方是空的 他把塑料铺掀开 看到墙上有一个低矮的门洞 里面十分的昏暗 似乎还隔出来一个很隐秘的空间 不知为什么 他心头突然生起莫名的恐惧感 他打开强光手电 映入眼中的 仿佛一个屠宰车间 地上扔着放刀子和手锯的脸盆 盆里还沾着一层血 四周还有几条拴铁钩子的锁链 墙上蹦践着斑斑点点的血迹 在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绣迹斑斑的铁床 床上绑着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 她的衣服被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旁边 女人已经死了 李莉应该正在给她包皮 已经包开了一半 女士的正面变成了肌肉和脂肪 后背的皮肤还在 就好像在脱去一件外套 斩羽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女士 梅留神李浩宇突然冲进来 她不顾一切地扑到女士身边 刚喊了一句 妈 猛地看清楚眼前的惨像 吓得跌坐在地上 她抓着头发 丝毫着大声哭喊 随后跑进来的警察想把她拉起来 可她跟发了疯一样 谁都拦不住 湛羽这时候说 你放心吧 这个人不是你的妈妈 李浩宇指住悲声问 你怎么知道 湛羽折指放在死者旁边的衣服 李浩宇急忙跑过去 拿起来仔细看 忽然喜极而泣 这不是我妈的衣服 她还没死 她还没死 她只顾着独自欢呼 并没有注意到 湛羽已经泪流满面 那是罗慧君的衣服 那是她的未婚妻呀 湛羽不知道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多久 直到被人搀扶出来 她努力克制自己 神情早已恍惚 祖员们都用悲哀的眼神望着她 她视而不见 她的心 就像有一只手在用力撕扯 这种疼痛 让她宁愿用刀子一片片割下自己的肉 这一刻 她不想当什么警察 不想当什么狗屁英雄 她也想哭喊 也想发泄 可是 却一滴眼泪都没有了 本集播放完毕 别忘了留言互动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